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倒是没有进一步的往上走高上去 一开盘就是往下跌了 跌了不多 但是就是在这几天来看的话 因为有点不太习惯 因为每一天都往上 难得有这么一天 今天开盘直接开低的 而且还往下压下来 我们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9点30分40秒 指数现在是跌了29点 今天开盘的时候跌了13点 反弹无力 那不断的往下跌下来 今天指数的高点没有进一步的突破 昨天的高点 昨天倒是也蛮强悍的 因为常常都是尾盘 给你收高上来 昨天最高已经来到10226 你会觉得这个10226这个数字 有点跟当时历史上的 三大高点之一的 有点接近了 台股史上的三大高点 一个是1990年的12682 那是目前为止台股的最高点 那另外一个是1997年的 10256 那个是第三大的高点 那另外一个高点呢 是出现在2000年的10393 那昨天的高点已经来到10226 我刚刚讲的第三个高点 就是1997年的10256 10256 10226 只差30点 换句话说指数呢 卡布根捏一下 就要创下历史上的第三大高峰了 那距离第二高峰10393的话 也只差个100多点而已 目前台股呢 相当灵力 也相当强悍 随时都可能会制造一些惊喜出来 当然了 这个今天来讲话 感觉上 有一点点没什么力气的感觉 不过 我觉得是说 反正涨多总是会有一个修正 只怕这个修正就变成一个大修正 边拉边修 这本来就很正常的 其实台股现在好就好再是说 很强 一直都往上走 但是偏偏 这个好也算是一种不好 怎么说呢 你好就是一直往上冲 当然是好啊 跨界大家也很欢迎 但是不好是 因为你一直往上冲 那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这个没有充分的休息的话 通常就是股市的一个致命伤 因为你都没有休息 一直冲上去 长多必回 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哪一天你回了 那就是一个大爱放出现的可能性 就会这样子 所以就是在目前往上走的同时 我们心存戒心 一定要有的 好了 各位看一下这个目前的画面 现在是下错了26点 今天成交量倒是不少 目前为止221亿 预估是948亿 这个948亿的话 跟昨天也是相当 因为昨天成交量是925亿的 我们各位看一下 今天传说去的地道讯息 但是今天传说去的地道讯息 有不尽能正确的地方 我们各位看一下 我们把它拉近一点 804十分的时候 大力光 可成 这些苹果概念股 五月份的营收亮丽 渴望在推台股 只是往上再创新高 但是没有 今天大力光表现不尽如人意 虽然是他五月份的营收 优于预期 但是股价的表现不太行 可成呢 倒是今天还是蛮亮眼的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那股价的表现 目前虽然适宜 做多抢钱 但是请紧盯成交量的变化 我跟各位提醒的就是 不管是做股票 或看大盘都是一样 大盘成交量的变化 如果说突然间失控变得很大 很容易制造指数 做出大幅度的修正 那如果股票也是一样 不是只有大盘 所以请紧盯成交量的变化 随时做出见好就收的这个动作 大力光跟可成 我刚才提到过了 如果说以大力光的话 5月份的合并营收 比4月份多出了2% 比去年同期也多出了1.72% 又预期的 今天的股价的表现 我们各位看一下大力光 不仅盯成 现在是差不多25块 跌了25块钱 大力光 昨天的股价也是算是小跌了 小跌5块钱 今天来的话跌了甚至于更多一点 那你想想看 基本面好 但是股价没有冲上去 在搞什么鬼 那它的高点呢 一样出现在5月份的头一天 5月2号 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有一段距离 其他的苹果根链股的话 目前能够真正的创新高的话 就是台积电 还有增加出来就是鸿海 可成 我们看到可成 可成的股价这两天的表现 算是相当的亮眼 因为它5月份的营收是创新年新高 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3.51% 那昨天的股价已经突破前波的高点 今天再度往上跳空上去 连续两天的跳空 也突破了前波的高点 当然了 可成的表现不代表是说 所有的苹果跟链股都一定要这样的表现 但是因为他们的表现 而是台股指数 有往上涨的一个想象空间 我们各位看到 是这个目前大盘 一样在低档的徘徊 跌26点 因为毕竟 这个最大型的股票 我们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的股价 今天就嗡嗡捆 那么直接开盘 就可以低下去了 现在跌了1块半 昨天的股价 还是一样创新高 来到212块 今天就没在插插里 现在目前为止是跌1块半 那另外鸿海 鸿海昨天是最后一盘的时候 前进拉高上来 那有点像是不小心 被他拉上来的感觉 因为今天又也是睡着了 昨天高点 已经突破前波的高点 不过既然能够突破前波的高点的话 我也常来讲一句话 哪个人创新高 就表示他可能都还有 创新高的新机会 因为他能够创新高 你怎么知道 他就长完了 谁也能不能挂保证 所以如果大半是同样 高级是同样 只要能够创新高 这随时有更高点出现的可能性 昨天鸿海是创新高的 今天目前为止是睡着的 不过刚刚提到台积电 顺便一提 台积电这个礼拜四 是股东大会的日子 所以目前的股价来讲的话 也不太容易出现一个明显的回档 台积电的股东大会 其实也算是 苹果概念股当中 第一档 因为它是最重的一档不要 最大口 最大肥 最大的股票 礼拜是被股东大会 张忠谋应该会出席 你也知道 张忠谋是教父级的人物 他的一平一笑 一动一进恐怕都影响到股价 甚至影响到整个电子股 正至于大盘的表现 所以现在法人 摩拳擦掌 大家兴奋期待 礼拜四要去听这场股东大会 当然未来大盘的一个往上或往下 可以说是这个神经 每一条神经都迁徙着 所以非常重要的台积电的股东大会 但是因为它还没开 还没开的话 股价或者是说大盘 就不太容易出现大幅度的回挡 虽然也不见得说 一定要往上推上去 但至少不会大幅度的回挡 就是等着你股东大会 你今天讲出什么话 但是我必须要讲 它如果讲出比较不好的 股价一定会回挡 大盘也跟着做出修整 但是如果说讲出好话的话 你也不要去期待过高 因为这一段路 大盘也好 或台积电也好 它本身就走出一段路了 所以很容易变成所谓的利多出镜 所以我们来看 各个都没什么好消息的感觉 你利多 股价也要利多出镜 利空 股价就做出回挡 所以我必须要讲 在礼拜四之前 对大盘也不见得要多高 多高乐观期待 我们各位看一下 昨天是6月5号 我们把它拉近一点 我刚刚提到几个高点 一个是1997年的最高峰 10256 另外一个是2000年的10393 当然还有一个叫做1990年的12682 离太远 12682的话离现在还有2000多点的距离 那是目前台股史上的最高峰 那我现在最靠近的就是 就是我们各位看一下 1997年的10256 这些历史上的几大高点 都相当有机会可以被挑战 也相当有可能会被突破 毕竟眼前台股不止成交量不失控 就连国际上的恐攻的利空 还有央行的警告提醒留意 可能会影响台股的中国的风险因素 都显然没有能够阻碍到 当前台股往上冲的脚步 有时候就是如此 一旦多头或者是空头走势 已经定型的话 那么就不容易轻易地改变的话 那么轻易地改变的话 那么但是一旦如果说 真的来做出改变的话 那么那种变连啊 变性的表现 可以精焚折破来做形容 所以顺着目前的多头走势 做多我觉得是毋庸置疑 但是也需要提防的是 它瞬间变年的可能 所以小儿空单保命 我觉得有必要 而且见好就收 见不好你也得收的操作策略 去面对我想当可以保股市赚钱的 目前的一路平安 而且不过话再说回来 虽然多头也是相当凝利的 对偏框的讯息是几乎免疫的 一直保持看为不悔的姿态 但历史常会有因见 虽然利空此时不反应 但是很可能是延后在未来去做反应 所以踩着多头的步伐 同时时时谨慎 是应有必要的 所以透过我们的传传稿 其实等于是在叮咛各位 我们现在方程 趋势是往上 那个做都 OK 这点我从来没有去否认过 你既然趋势往上 你就做多 但是因为你一直往上冲上去的那种的话 如果刚开始往上的话 那你全部做多 我都没有什么意见的 但是当你长了一段路之后 更何况是已经突破了万点 甚至于要去挑战 我刚才提到了 包括1997年的1026 甚至也是2000年的10393 这两个高点 更高的就不用提了 这两个高点 目前来讲太靠近了 10256只差30点 10393只差170点 这样子来靠近 所以当相对的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就泛然有升起来了 这个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不能说只是心理上的压力 其实在反映到股价上来的话 它就变成一种障碍了 所以目前只说在往上推的同时来的话 很多的股价的股价 就一开始你会感觉到说 昨天都没什么叮当 没什么叮当 表示可能是饱 吃饱在那儿 你如果说我都饱 它就继续吃饱继续背起来 但是你如果吃几包 吃不顶重的位置 表示已经吃饱 吃饱在那儿效果了 既然吃饱在那边休息的话 你要能够期待它走多高 所以在你目前的话 就是大本来往上推的同时 我们尊重局是做多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一段话 我会跟你提到就是 我常常讲的 建好就收 你建不好你也得收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说 你今天这档股票给它做多上去的 它特别起来的业位 你建不好也得收 不然的话 它既然在那儿落 那偏落就断崖了 一下来的话就很可怕 好建好就收 建不好也收 另外一个一讲话就是说 你随随随要有个空单 来做一个平衡 我想大家非常清楚 我最近放空什么 那个不用多提的话 大家也知道 我们是赚了很多钱的 所以做多的同时 另外有一部分的股票 用放空来做一个平衡 这样的平衡来讲话 可以使你心中会比较 感觉到是安全感一点 不然的话你全部做多 你做看看 你只要全部做多了 鸡业篮子都做多了 鸡丹嘛 你就整个打破 一定会全部打破了 所以一个安全感 是这样子来的 你懂吗 海外股市 我们各位看再看一眼 现在慢慢地反弹上来 9点43分 现在大凡跌20点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随止等得见好就收 我们各位看一下 随止等得见好就收 这个是昨天6月5号下车的股票 6月7号 昨天早上8点35分 我们一样把它拉近 因为这个图面 画画面可能会切割成为四分之一 所以各位看起来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说把它拉近一点 8点35分一样还没开盘的时候 我们就挂质帽 95块8或立下车 成交了 成交在哪里呢 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以昨天来看的话 昨天95块8离家 还有更高 还有更高 我们是8点我去挂了嘛 成交 后来呢 下车就扭下来 那不关我的事情了 10点还没到它就扭下来 那不关我的事 因为我们是在95块8是出产的 而且更何况 大家晓得我们个性 就是说我们的策略一向如此 只要出掉的话 这两个月就清掉了 你不会看到什么 出二分之一出三分之一的问题 没什么事情 什么挂95块8附近 95块8上下两档 也没有这种事情的 95块8又95块8 出掉就整个出掉了 没有什么留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 好 这是昨天出掉的 你可以看到图形的情况 是这样子往上爬的 虽然我们随时懂得见好就收 这样子你了解嘛 探级比较重要 不要说一支国平一批去 然后空翻洗一场 那是金花水月纸上富贵 今天来探级的位置 你一定要有落车 这落车来做出来 仅仅没有在地里 就在地里里 你的存责数字才会变多 那个才真正是实力在赚钱的 各位了解 不能说 我别起来啊 我怀疑啊 怀疑啊 你落车的会减贪啊 你不能想 你如果跟人这样想 你如果落了 你起来又买买了 你落了你落买买 这真的人性是如此的 还有呢 这个是6月5号 昨天下车的股票 巨帽下车的 还有网上 看的话就去上个礼拜 6月2号 我们生日给各位一个惊喜 其实也就等于是给自己会员一个惊喜 为什么呢 因为上车就要下车 下车就为了上一次 下一次的上车嘛 好 这是旺西这辆股票 赚到3块钱 2.8% 好了 亲爱的朋友 这个其实也就等于是给您提供一个 非常好的范例 怎么说 上车 就是要下车 不管大盘有多强 你要随时想到是说 大盘终究会有走弱的那么一天 所以呢 既然是在走强 我们做都OK了 但是在随着走强 我们随着在做上车的动作的情况 这个动作是在持续 没错 但是你随时要做好 我们要准备在什么地方下车 下车了 你只要不早倒回来 只要倒回来 我们不用怕没有另外一支股票 让你继续上车 所以也就是因为有上车下车 上车下车的动作 这样子才能够保你一路平安 也能够在股市里面 闯荡赚钱 同意吗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颐科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并打恐怖蔡老师 免宿舍谈成立了 立体操作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 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打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并打头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 您的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打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儿牌气密窗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庄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城 笑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干燃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自身员 横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雾后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参与员除水桶要夹盖 不使用的桶子 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药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 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各位好 欢迎回到分页室备宿现场 我是蔡宇江 海外股市指数现在是下周24点 各位看一下画面 刚刚最多的时候跌35点 其实今天来讲的话 你如果刚刚看指数的变动状况 你会觉得好无聊 很无聊 所以说最近这几天都很无聊 每天起来也比无聊 今天来讲是无聊 是往下跌 那么指数的空间也不会多大 最高跌5点 最低跌35点 最多就是31点的空间 换了过来换过去 当然今天我想不自己说只有这样的狭窄的空间 但是随着股票 一档一档在脱颖而出 表现出它能够继续表现的这个范围 其实我会觉得是说 如果股票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当然很好 但是在左右来看 还是因为它有它优秀的基本面 在做一个衬托的 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股票 我们是一档一档股票做选择 做上车的 但是下车我也刚才有说 就是说你下车 钱才倒回来 下车之后你不用走到没有白质国票 让你选择 因为你下车了之后呢 就变成又有一千多档股票让你选择了 你怎么会担心说 你下车了找没有股票还买呢 现在很多人就心里出现了 这样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常常有的 而且从以前到现在 都有这种想法 你就抱抱抱抱 他说不知道要出 第一点不知道要出 第二点他说 我买出去就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 好 拜托 一千多档股票让你做选择 我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我昨天就有提到这档股票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刚刚有提到的 我们昨天智贸不是下车了吗 就昨天下车 6月5号下车了吗 这样的话你出离家 95货币 昨天收盘就95块 见老就收 收工若带为安 钱才能够进来 非常重要了 好 智贸下车之后呢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看 出智贸 转进到红准 昨天啦 昨天才买的 走完处做切入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看我这么有信心 会赚 会赚呢 我们看图形就知道了嘛 我们先看股价 现在是怎样子 在这 你看图形来说的 现在在这 我就跟你说 现在看国家 我就知道我有钱了 你光看图形 你也看得出来 而且更晃 人家有跌过呢 不是没跌过 我不是做这一家的动作呢 如果说今天我去买合成 你觉得怪怪的 如果说今天去买合成的话 你会觉得怪怪的 因为股价来的话 突破了全部的高低 一直往上冲回去 你也会怕 你是最后一棒啊 对不对 不要说最后一只老鼠了 你也怕是 你最后一棒啊 那如果最后一棒的话 很衰 那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我可曾就安全多了吧 至少它之前跌过了 而且更快 慢慢地爬上来 放大量也放过了 高档高量的 乾坤力转 图形倒着看的话 就知道了 底部放大量 就变成跌不下去了嘛 就是你都买一点了嘛 这个话 这个口诀 我常在讲的耶 好了 那所以呢 为什么叫转弯处啊 就是 这个地方感觉到 转弯了嘛 转弯处买进啊 我们不见得说 一定要买到最低点 这两天啊 但是买到这边的话 也算OK啊 其实大凡指数 来到这个地方 一万多点了 甚至要挑战 1997年的10256 都快要挑战了 你还能够期待说 股票的股价 有多低多低啊 但是 但是问题是说 一万多点了 成交量一定会变得比较大嘛 正在空间一定会变得比较大嘛 那这样的话就变得好赚啊 所以在最近一直在鼓励各位 会变得比较好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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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们再看一下红准啊 讲完了之后呢 你看这两股票 昨天 也是昨天刚买的 也是买的啊 不是做空啊 37块4毛5 昨天收盘是37块8毛5 它一样啊 那如果说以现在来看的话 那股就没有继续往上飞上去 啊现在多少 38块1毛5 昨天买多少 37块4毛5 够够傻 现在一万几点 你可以躺 我们就够够够够够够傻 你看看 车嘴有哦 这个就赚很多哦 6月3到3禮拜的时候 都还在做这个动作嘞 6月3日去拜几天 顶那白拜5啊 郁金光啊 其实这两股票的状况 沿路上啊 只要你加入的话 随时会带你进来的 就是这样子 这只是一个做一个例子 那当然会员进来的话 已经做到了 月金光 如果你没有的话 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才刚进来啊 那一定没有 没有的话 304.5给他做卷控的动作 9点6分 当天是6月3号 上礼拜五 对不对 好 各位看一下 6月3号的话 304.5你家 这里圈圈的画的地方 那当天最高是多少呢 305.5的 好 304.5 卷控 成交 大 然后当时就溜下去了 汉来贵来汉贵去 汉贵包 最后收盘是多少 303 那你说这样子怎么赚呢 6月3号看完之后呢 我们就感觉到是 哦 礼拜六礼拜天嘛 应该是礼拜六礼拜天啦 好了 到昨天 到昨天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好了 到今天啦 不要说到昨天啦 现在的292块 我空在哪里 304.5呢 你再回来看 这是上礼拜五耶 6月3号耶 也没有多久耶 上礼拜五啊 上礼拜六啊 应该上礼拜六吧 304.5耶 现在292耶 换句话说你这档股票 又赚到了十几块钱 那十几块钱是怎么概念 就是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是怎么概念 就是你过了这三五天的时间 不到五天了 三五天的时间 你平白无故的 也不能讲平白无故耶 因为是我在带你耶 就是这样子 很开心的 你的账面上 一张就又多出了一万多块了 一张就多出了一万多块了 更换人家更早空的 你自己看 更早空的是 空340 330 赚31块 这是5月24号 赚31块 如果到31号的话 赚到60块 那如果说赚到昨天的话 赚42块 反正每天都赚 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奇妙 说实在奇妙 或者是梦幻也好 这个都是心理上 很自然的一种感觉 很难去做文字的形容 但是就是说 因为你赚钱了 这种感觉的话 不用我形容了 你自然会感受得到 这个就是这样子 很具体的 说实在的 你如果没有加入的话 你是跟不到 就像刚刚所提到 郁金光 我们上礼拜六 304.5空 现在是292 扣掉手续费好不好 也一张也赚到一万块 十块嘛 不是一万块 是不是这样 好了 我们不希望说 只是我们在赚 你只是感觉到说 有啦 你有贪 你有贪 你这样光点头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来的话 你不会嫉妒吗 你不会羡慕吗 还是要提醒你 趁一万多点 有行情成交量够大 可以谈 比较好 好不好 找我很简单 我一直在重复过 这一句话 找我很简单 广告中 有我们公司的电话 拨打了 你就自然知道 我在哪里 你也能够跟我通上电话 希望说 真的也能够透过我 帮上你的忙 好不好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然后今天股票 超多顺利 谢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特顾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